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巷弄百年油条哨饼老店 古法手工制作 吸引内行掏客 台中市武器去西建路上 就见不起了奶帮子 外者在地人爱 外敌人也会专程来买的古早味早餐 五七十分钟 好吃啊 而且它也不会有那种 有回锅油的味道 一边忙着擀面团炸油条烤烧饼 一边热情消费客人的林青彪 两家符合了这身绝活 来自家传 十四月开始做了七十 都在这里 千年越热 到我们家就回来了 算我们老公是质重 我们三年才有百年油条老店 第二代李宗盛的时代 只做一味 林青彪接手后 卖的东西才变多了 陈明我们老公十四月在搜 只有油条 油条就是我做批花 我刚才十二点就要搜 我就要拉 做了快乐夹子的烧饼油条 林青彪很有自信地说 他们家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高兆的 我们这个没有成功 他们都在鑽子里面 鑽子里面 鑽子里面 比较漂亮 我这个比较不漂亮 我这个在这里看 人家的那样好 碰碰碰碰十八条 台中都放在这里 我这里面都吃了十八条 生起来很不一样 这种现在没有人要炸了 因为麻烦 几乎年轻一杯都不要结了 年轻不要不尝试的分下 看一下油条好吃的秘密 传统的老面 咖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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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都酥酥 他都沉一些沉沉沉沉沉 追寻古法 用老面做出来油条 柔软重力带点微脆 独特的口感 加上十二元铜板架 征服了不少套客 只可惜后继五人 人家小孩 每人一条结斑 那女孩也要做 对 你来想说 现在女孩的手机 网路 都两三点 要两三点才睡 那我们两三点 就要拼在他卫合 严谨要说 他会做到做不动为止 努力让人家百年苦早味 继续飘香 多谢我们海中报导